你掌控了全球这个一个 植物的种子的资源 这是一个垄断的事业 因为你垄断了供应商 所以这个部分抗疫的人 不是只有我们有 对他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那像Walmart 那是所谓的血汗工厂 就像为什么鸿海 他们会在乎苹果 因为它是苹果最大的 这个制造商 代工厂商 那全世界都会注意说 鸿海你有没有成为血汗工厂 那Walmart在大家的认定里头 那个大卖场 在全球认定它叫血汗卖场 那这些东西呢 都是你的标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慈忌 根本就不应该 那第一个说你根本不应该投 结果你又回答说 那我们以后呢剔除不当投资 你以前都李专选的 很遗憾 因为呢这个葛记舍应该说 我们以后绝不投资 因为包括台湾本身 我们都这样想哦 今天如果说你捐给慈忌的善款 结果呢 他拿去买不动产基金 拿去买股票 而且短线进出 你会怎么想 那他不缺钱啊 他在做财务操作啊 那你干嘛还捐钱给他 重点那个钱是来自十方大中 不动自己赚的 所以呢当然我们说这个 实际基金会就说 如果我们建议他 你真的投资的话 比如说你在台湾的钱 你买台湾的政府公债 因为我们假如有重大灾难或什么 你都出面嘛 你爱这块土地嘛 所以你在美国 如果说OK这是美国的钱 那你买的是所谓的政府基金 政府债券 或是说像我们一直讲说 包括一些ETF 就是它完全是属于 在美国的话 有一种叫退休基金 那退休基金的话 它稳健保守 那这个是在我们看到说 你要保值的时候 你可以做的 你连买这些 我们都会觉得有意见的 更何况 你买的都是我们讲 很邪恶 这里头只差一个 没有投资赌场 只差没有投资赌场 那否则的话我们认为说 比较具有负面的社会责任的 包括这些石油公司 包括了这个基因改造公司 包括了军火 包括了血汗卖场 因为像这个奥茨亚 这个是万宝龙 就是Marble 7 很多人都抽过 这种牌子的香烟 那像波音 波音也是就是 全球最大的军火商 那军火商你说 OK它卖也是商务飞机 问题是它卖不卖 属于战争用的飞机 有啊 那这些呢都是不应该的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你财报上给大家看到的 就是一个投机短线进出 你开记者会的时候又说 我会剔除 剔除之外 你根本就不应该 那再加上我们再质疑说 你真的没有台湾的钱过去吗 葛记舍 还有黄继木 你们这些已经变成 美国公民的人 你们怎么去运用台湾 甚至跟美国 持继有关的这些钱 财报清楚 但是呢 钱的往来我们不清楚 是好 这玉珍来告诉大家 所以到底持继的钱呢 昨天记者会没有错 葛记者特别强调 美国是财务独立 所以在美国总会这边 是自己做财务的进出 因为自己做募款 但现在告诉你 没有哦 至少刚刚玉珍讲 20亿嘛 这样的钱 从台湾汇到了美国去 这部分不知道 持继要不要来说清楚 讲明白 就是因为财报的不公开 大家在这里 完全没看到实际的一个真相 那么在这里 是不是真的有很大很大的 这个检讨跟反省 现在显然看来 还是持一个大问号 不晓得这个 很多人都捐款给持继 那持继更多更多 来自于基层的这些聚工们 大家的辛苦跟贡献 通通没有被抹杀 但今天这笔 那么大笔的善心善款 怎么样被利用 这恐怕是持继的核心干部门 在这里通通不能够来做回避的 好 那这么样的一些理财的问题之外 我们还要来看到 那募了很多的款 不止每个人 很多人每月都捐款 还有专案 刚刚讲到 南亚还笑话八八疯 这些专案 但这些专案的管理 到底是适不适当 还是说完全依法吗 但依法是我们法令的不完善 还是在这里 其实自己也有交代不清楚的地方 我们就请邱姨老师带我们来看 来看这些募到的款项 募到这么多 只要募这么多 最后募到了那么多 那最后呢 会不会要怎么好好的管理它 监管它 有做什么样的集合吗 所以我这里就要质疑持继 但是我要谴责 主管单位的内政部 跟现在的卫福部 依照公益券募条例 每一个券募单位 针对了每一次的天灾 我到底要募款多少 我会报个目标 所以这里才会有 日本强证报3亿 八八风灾报12亿 四川强证12亿 然后缅甸的震灾 大概是3亿 可是到最后实际得到 实际的募款 都远远的超过 它报给主管单位的目标 好 主管单位要怎么去管理呢 我先让大家看一个东西 主管单位依照公益券募条例 它会要求 你这个券募的活动 结束后的隔天 开始算30天内 要把你这个款项准备怎么用 你的活动的项目 你必须要报给主管单位 这时候的主管单位 以前是内政部 那现在是卫服部 好 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很有趣的 我只举一个例子 日本强证目标3亿 结果实际目的22亿 比这个目标多了19亿 多了19亿 那19亿用到哪里呢 好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慈激自己 自己所提供出来的 那么用在这个短期的 急让关怀的阶段OK 这是该用的 第二个用在 中期的援助安生安心的阶段 这个OK 好 另外有两个问题就奇怪了 奇怪啊 它用在菲律宾的天災援助计划 菲律宾 那么我用了 那到底这个菲律宾的援助计划 是什么呢 所以我就去仔细查了清楚 原来就是在2013年所发生的 菲律宾的海雁台风 海雁台风 好那我就要问了 日本的强证发生在2011年 我们民国100年 那今天他 报给主管单位内政部的目标是3亿 募得22亿 那结果剩下来的款项 那竟然可以挪到3年之后的 菲律宾的 的台风 海雁台风上面 刚才 不是说很多人捐款给慈激吗 很多事件我捐款给慈激 我看到日本强政 我捐款给慈激 那你慈激要把它3年之后 挪用到菲律宾的海雁台风 那你捐款人同意吗 有符合专款专用吗 那主管机关 那主管机关既然没有管啊 好 那有人就说 那慈激会不会说 剩下来的钱 我把它放在一个所谓的 国际援助的基金里面 那以后就可以在 大水池里面就可以统筹运用了 大水库理论 好像又不是 这个慈激所提供出来的 大家看 这个就是日本的强政 它的支出的结果 它说 它的收入是22亿 支出的多了一点 所以还有个十百千万十万 还有十万块不足的地方 付数 对了 十万块不足的地方 它说是由本会的国际救援及 建设基金来支应 那这个财务处理的方法 就不对了 那大有问题 这个快速处理就不对了 好 那我接着再谈到第二个质疑 它除了把它挪用到 三年之后的菲律宾 海淹台风之外 这里还有个行政人士费 那行政人士费 有一千多万 到底怎么用呢 所以我就把它的 整个的支出的明细 都在这个地方 我就把它拿出来检讨一下 我发现之后 非常的震惊 它里面有很多员工的薪资 还有员工的退休金 好几笔哦 有五月的六月的七月的八月的九月的 在日本强政这里头 对 它有工作人员需要去做 那我就要问啊 如果它里面所用的员工的薪资 是人事费 对不对 那这个员工是什么样的员工 如果是因为日本强政 要进行所谓的极难救助 我所聘的志工 那也很奇怪啊 那如果是你慈祭本来在日本的员工 那应该是由慈祭的本会 或者由日本的分会来支付薪资嘛 怎么会用到这一个捐款里面来呢 老师让大家看一下 而且是每个月都有嘛 这个薪资是非常的规律的 这一项就是二月的薪资 对不对 甚至还有什么 大家看这里 还有退休金 退休金提拨啰 对啊 那更奇怪了 那他应该会有劳健保 有也有劳健保 有退休金也有劳健保 那就证明这些是慈祭的员工 那慈祭的员工 他把人事费到这里面去了 所以他怀疑了 原来被却付的目标是三亿 对 结果募得了22亿 是不是远超过 申报 承报给主管单位的标准 那剩下来怎么办 想尽各种方法把它消化掉 然后还付负数的 是 然后最后还做出来说 我还亏耶 是 我还亏耶 八八风災多出来的里头 也有六亿多是人事成本 所以这完全是在消贷预算 但是头代表主管单位失职 大家请看 我再给大家看 所以等到他都处理好了以后 接着到14年 到了9月3号 大家请看这里 他才上网 才上网公告 事情发生在2011年到14年9月 才上网公告 然后里面才说到 他这一个日本强政的大爱职员 专案执行成绩 国号包括 包括菲律宾的救援费用 他有列出来 最后他还是列出来 告诉我钱拿到菲律宾去用了 但是可以这样用吗 这个是符合专款专用的原则吗 所以我说我才要谴责主管机关 内政部跟现在的卫福部 你是不是失职了 是好 这次可能是非常严重 所以洪威 这个政府失职 那赞瓷季也大啦啦这样爆出来 显然都没有箭报过 没有人去追踪过 怎么会这样子 其实我们从开始 知识整个 瓷季的 他的财务的公开度的问题 其实 后来发现大家越追 其实问题会越多 其实我觉得可能 瓷季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也就是25号 他陆续要把他所有的财务 说要公开上网 那第一个你公开上网 如果不足的话 还是不够透明一定会遭受到外界 严格的质疑 那如果你非常的透明 就是把包含你这个所有的费用 你是怎么怎么报账的 然后你的收支里面支出 包含是哪些东西 很清楚的公开上网 我想会受到更严格的质疑 我想这个是瓷季可能 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这恐怕在伤脑筋要怎么公告 我相信是 可是我觉得这个既然一旦启动的话 其实应该又用最诚恳的方式 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瓷季从之前就是那一天 我们看到四大巨头 在花莲瓷季总部开记者会 一直到昨天美国瓷季出来 开记者会 我们不能不说说瓷季 没有诚意去对外界做解释 因为这个跟过去几次 瓷季在面对外界有关于 土地开发的质疑 财务公开的质疑 我认为这个态度 其实是更务实些 因为之前都会说我依法在做 然后我们是做慈善事业 本于爱心 本于良心什么等等之类的 就是那个好像慈善的大帽子 一扣下来 好像那个是不容质疑的 但是我想从 现在他愿意去 面对外界质疑 有一些比如说 在前天他说有四大回应 这里面包含撤回 就撤回这个开发案 或者说我在20号 25号开始 我要做所有的财务公开 我觉得这个都是都比较具体的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 那个评录小姐写的 她说倒洗澡水 犯不早把 这澡盆里面的婴儿一起倒掉 就是说那个宗旨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保留 但是洗澡水那里面 有脏的或者有污浊的 我们是要把它倒掉 所以接下来就是大家 一步一步开始做检验 那我觉得慈善现在 如果是说还有提到说 上人不解 为什么外界有这么多质疑 我觉得是这些幕僚 这些弟子的责任 也就是说不要再跟 再跟那个政言法师说 这些都是外界的污蔑 这些都是名嘴的污蔑 这些都是网路的污蔑 这里面有没有非常超过的地方 有没有其实言过其实的地方 我认为是有的 但是你还是要回到 一个问题的本质 大家的质疑到底有没有道理 那否则的话你这两次的记者会 为什么会认为说不适当呢 为什么要改造 如果都非常好的话 为什么要改造 我觉得如果从政言法师 到他旁边所有的弟子 跟主旗事者都有这样的认知的话 那一一去检验 一一去回应 这个才能支持 未来可以走得更长 所以才会说 为什么这个记者会开了之后 大家发现似乎是越说越不清楚 那如何说清楚 其实也存乎一念 那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怎么样来 这个在财务上面的透明来做交代 大家是非常期待 也对实际其实有信心 好 那么待会回来我们带你来看看 还有哪些问题 实际恐怕一并来做检讨的呢 实际办了很多学校 但为什么办校的钱 要市政府出 为什么为了办校 要立法院来修改法条 实际特权很多吗 待会回来 Imagine 好 ah 我